印度几十亿买的航母要大修了?居然没找俄罗斯! 印度使用航空母舰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这些航母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引进的,现役的维克拉玛地亚号航空母舰自然也不例外,这艘4.5万吨级航空母舰实际上由俄罗斯的基辅级航母戈尔什科夫号改装而来, 而戈尔什科夫号于1988年开始入役,迄今为止也已经有大约30年时间。 却通过转让戈尔什科夫号给印度赚了不少钱,这艘航空母舰原来名义上是赠送给印度的,不过改装费用节节攀升,最后印度总共支付了几十亿美元的费用,才拿回了戈尔什科夫号,并将之更名为止。 维克拉玛地亚号。 维克拉玛地亚号 可能是因为本来就存在动力问题,所以戈尔什科夫号改装为维克拉玛地亚号之后,使用性能似乎也没有达到印度的要求。 而且最近更有消息称,印度又打算对这艘采用了几年航母进行大修了。 而且有意思的是,印度这一次要找的维修方不是转让戈尔什科夫号航空母舰的俄罗斯,而是乌克兰。 印度计划让乌克兰维修维克拉玛地亚号,并将一起研发新的燃气轮轻系统,这似乎说明印度又要更换维克拉玛地亚号的动力设施了。 乌克兰。 所以,乌克兰究竟是否真能够帮助印度,修复维克拉玛地亚号仍然是一个未知数,说不定印度大费周章支付另一笔费用给乌克兰,最后收获的有可能是更糟糕的结果。